中華館政府為了要支援社會好理政策 在今年都提出對家減議算案 除了懷孕的負責也都以外 中華政家14億9千多萬的負責 為了要派免把負責留給小孫 中華館議會國民黨團 今天早開記者會 是真反對廣府又政家負責的今天 依照中華館政府今年都 向館議會所提出第一次對家減議算 中華館水出金額是436億元 水路只有390億元 相差14億元 卡蘇國加雄前幾年收就 中華館政府今年政府負責140億 為了要劈面中華的財政繼續奧貨 中華館會上的東團 也在張基板東團協商 達成官府不應該繼續做錢 做社會好理的負責 政府現在常在140億 現在他為了要做社會福利 不夠還要做14億 我們本黨很支持他來做社會福利 但非法定的政治福利 我們希望他不要繼續這樣做來做福利 讓我們中華館民來載留子孫 現在平均我們一個人的負責 有11萬多 希望官政府要尊責 尊責公民黨團今天所提出的民進黨團中交標示 民進黨團一定轉來積極關乎的事情 載留子孫是真的很不好 然後現在是中央有執政 是不是我們縣政府一些費用 能從中央爭取的 就盡量趕快去爭取 讓我們的縣政府這一些 盡量不要賣土地 來做這一些社會福利的方面 我們是比較支持這樣子 老實說排庫是真的也是應該的 而是邊延庫也一定要照顧到 這是這項標準的結論 雖然說出不可以再增加負責 但是比較少少有任何的官員 黨團也會給他們尊重 新中華新聞白米林管閲會蔡翁報導